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三年 我忽然累了 我买了当天的机票出国留学 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并且把奖牌托室友还给他 然后和他提了分手 家里破产 我没办法继续资助你了 想到我和他之间永远不会再见面 我没有给我们之间留任何余地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 柳如烟当年拿着奖牌 在柳氏集团的大楼下等了一整晚 我抵达实验室的时候 透过铁门上的窗户 看见柳如烟正伸手要去拿试剂 马上有个男生先他一步 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活 替他完成接下来的实验步骤 男生身材高大 从柳如烟身后去试剂的时候 两个人的身体隔得很近 近乎是他半环抱着柳如烟的肩膀 彼此间距离缩短到不足一圈 柳如烟脸色微红 好像很害羞 可他并没有推开它 仍然继续着实验 那个男生含笑看着他 眉眼温柔 我心头泛起怒意与酸涩 这个男生 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柳如烟身边 他叫宋柳明 据说是教授的儿子 由教授亲自安排给柳如烟 教他做实验 想到之前宋柳明 对柳如烟的殷勤 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好在柳如烟很快结束了实验 他迅速而淡漠地 回避了身体接触 跟宋柳明拉开距离 恢复成以往轻轻冷冷的样子 我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柳如烟虽然对我不冷不热 经常不回复我的消息 也不愿意跟我亲近 但是至少他在面对其他男生的时候 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和边界 这一点是我唯一觉得放心的 二 柳如烟做完实验 摘下防护装备 打开门 看见我站在门口 眉头紧锁 你怎么来了 他的语气比平时更冷 但并不显得不耐烦 宋柳明从他身后走出来 原本还有笑意 看见门外的我之后 立刻收敛起笑容 他盯着我身上的衣服 一脸嫌弃地用手扇了扇风 这什么味儿啊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才发现是中午在食堂沾上的油污 因为天气太热 油污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有事吗 柳如烟站在实验室门口 日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 正好打在他的侧脸上 映出他白皙无暇的肌肤 明明应该是最美好的年纪 他却一副冷冰冰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这一刻 我的心中更加难受 我想说 我们之前约好了今天一起吃饭 所以我来了 我想质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 为什么一直不回我的消息 我想拥抱他 亲吻他 想告诉他我好想他 可是这些话涌到嘴边 却都被柳如烟冷淡的神色击溃 最后全都化为乌有 我的论文有些问题 想问问你有没有数据 最终 我只能以这样的理由掩饰自己的来意 三 那走吧 柳如烟脱掉防护服 改天再一起去图书馆吧 他扭头对宋柳明说 宋柳明不悦地看了我一眼 还是答应了 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不禁有些得意 在我愣神之际 他已经走在了前面 我连忙追上去 思绪又不自觉飘向出见他的那天 教务处办公室内 一个女孩正在冷静地向辅导员陈述情况 老师 贫困补助为什么没有评选上我 学校应该给我个说法 他身影倔强 冷漠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 孙苗苗根本就不缺钱 他还没说完就被辅导员打断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缺钱 你没事好好学习 多提提记点 不要老师把眼睛放到别人身上 女孩咬住下唇 转身出了办公室 这时候我才看清了他的脸 五官精致 皮肤白的发光 青丝垂肩 宛若盛开的冷芙蓉 原来他就是咱们H大的校花啊 旁边的同学小声议论 真比明星还好看呢 这时候我才知道 他叫柳如烟 是H大的校花 也是出了名的贫困声 柳如烟走出一段距离 我才追上去 你 很缺钱吗 柳如烟扭头看我一眼 没有回答 我可以资助你情急之下 我脱口而出 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 这算什么 拿钱去买他的感情吗 我以为他会骂我神经病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 结果并没有 柳如烟依旧用他那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 面无表情地问 条件呢 条件就是 你作为女朋友 我归是神差地提出了这个要求 说完就后悔了 柳如烟看着我 足足看了五秒钟 我以为他会拒绝我 结果他居然点头答应了 好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居然答应了 你 你说的是真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摁柳如烟小小声 我愣在原地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就这样 我和柳如烟成了恋人 H大的高冷笑话恋爱了 一时间成为H大最热门的话题 所有人都想知道 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能将冰山美人融化 当我一请教论文为由 将柳如烟叫到一间空教室时 他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四 柳如烟没有说话 冷静地掏出手机 给宋柳明回复了消息 知道了 然后站起身 准备离开 自始至终 他没有表现出一丝生气的样子 我朝他手机屏幕瞄了一眼 才发现原来我给他发的那些消息 他全部都已经看了 只是没有回复而已 这就是成年人的默契 有时候 沉默就已经代表了回答 柳如烟没有说再见 一个人走出了教室 我望着他决绝的背影 追了上去 去食堂的路上 要经过H大学院后面的树林 我鼓起勇气 拉住了他的手 你能亲我一下吗 柳如烟停下了脚步 耳根微红 脸上却是那副淡漠的表情 我以为他会拒绝我 结果他点起脚 轻轻捧起我的脸 他吻了我 我紧紧搂住他的腰支 舍不得松开 他似乎也被我的热情所感染 加深了这个吻 空气中弥漫着他好闻的沐浴露香气 让我沉醉其中 可是吻闭 他又恢复了平日里的冷漠 甚至不耐烦地推开我 仿佛刚才的一切 不过是他任务式的例行公事 那一刻我才明白 或许从一开始 他答应跟我在一起 更多的就是因为我的资助 而并不是因为喜欢我 我一个人回到宿舍 是有看着我脸上的口红影起哄 我抢颜欢笑应付着舍友 脑子里却不断回放着 方才柳如烟眼中的那抹不耐 与我亲近 竟让他那么抵触吗 这时候 床头传来叮当一声 一枚金牌从书架上掉落下来 我弯腰捡起那枚金牌 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物理竞赛一等奖 看到这几个字 我不由地想起了两年前的事 那时候 我和柳如烟刚在一起没多久 有一天 他带我回到了他家 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 位于偏僻的乡下 房子破旧不堪 好像随时都会倒塌似的 我看到他年迈的母亲 正在院子里喂鸡 还有他好毒的父亲 坐在一旁抽烟 还有他正在上高中的妹妹 拿着舅舅的课本 在院子里朗读 那一刻 我突然有种感觉 我是不是就像小说里的男主角 就熟了这样破碎的女主 可随即 我又自嘲地笑了 哪有男主会提出包养女主的 我捏紧手里的金牌 想到柳如烟之前 因为父亲赌博输光了钱 要摘得上门 他拿出锁 有奖学金 才将那些人打发走 夜里他缩在我怀里 崩溃地哭 没关系的 烟烟 我不会叫你受委屈 我摸着他的头发 涌起无限柔情 后来我果然对他更好 他作为回报 将那枚奖牌 郑重送给了我 奖牌不值钱 可我比收到一个亿还要高兴 我以为他要走近我了 呜 到了晚上 校园论坛突然炸开了锅 室友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拿着手机急匆匆地给我看 快看 论坛上全是明烟CP党 他们都要骑到你头上来了 明烟CP 就是宋柳明和柳如烟的CP粉 我揉了揉眼睛 看向室友的手机屏幕 首页上 赫然是聚餐宋柳明正站在柳如烟的身边 笑嘻嘻地端着酒杯 替柳如烟挡酒的照片 下面则是他们两人的多张亲密合照 有上课坐在一起的照片 有在图书馆一起学习的照片 还有柳如烟站在实验室里 宋柳明伸手帮他戴口罩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都像是在故意炫耀式的 而这张帖子下的评论 更是充斥着对明烟CP的夸赞 哇 宋学弟真的好宠啊 这么帅又这么体贴 我要是柳如烟 肯定选宋学弟 柳如烟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吗 就是那个富二代 嗨 那个沈渝不就是靠钱 才追到柳如烟的吗 要不然你以为柳如烟 为什么会跟他这种废物在一起 就是 我要是有钱 柳如烟肯定选我不选沈渝 室友一边翻着评论 一边忍不住替我抱不平 这些人真是口无遮拦 你便放在心里我强装镇定 随他们去呗 反正我也不在乎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是看到柳如烟和宋柳明的照片时 我的心还是隐隐作痛 我早就习惯了 别人在背地里议论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只是为了我的钱 我也早就习惯了 别人在背地里嘲笑我是舔狗 只会用热脸贴冷屁股 可是当我真的看到柳如烟和宋柳明的合照时 心里还是会有些不是滋味 更何况 他们两个人确实很般配 柳如烟那么优秀 也只有宋柳明那样的人 才能配得上他吧 我躺在黑暗中 突然看到柳如烟的社交账号 浏览过这些帖子的痕迹 他肯定看到了 当他没有辩驳过一句 任那些流言蜚语将我攻击得体无完肤 我突然好累 身子重重坠入宝贝中 这些年我为柳如烟付出了百分之百的真心 可他可有心疼过我一瞬 要不就分手吧 我想让那些可笑的流言蜚语彻底闭嘴 想叫柳如烟名正言顺和宋柳明在一起 再也不用顾忌我 可是打开编辑页面 输入文字之后 我却迟迟按不下那个发布件 毕竟在一起两年了 要说完全不喜欢柳如烟 那也是假的 虽然他对我一直很冷漠 可是有时候 他也会流露出温柔的一面 比如他会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 顺手帮我站的座 他会帮我期末补习 陪我熬到深夜 他会在我打篮球崴脚的时候 每天帮我豢养 尽管他的温柔 可能只是出于对我帮助的感激 可我仍旧沉溺其中 因为没有人知道 其实我已经喜欢他很多年了 六 十四岁那年 我父亲投资举办了一场物理竞赛 我亲手为柳如烟 颁发了一等奖的奖牌 那时候 他还不到十岁 瘦瘦小小的 看起来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可他站在领奖台上 面对着台下那么多学生 却一点都不怯场 相反 他的眼神里始终透着专注与冷静 那时候的我 对他一见钟情 可他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 直到八年后 我们再次在教务处的办公室里相遇 所以在办公室遇见他的时候 我才会迫不及待地提出资助 换取他做我的女朋友 当时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同意 只是觉得 光是提出资助或许会打击他的自尊 毕竟他的脊背挺得那样直 可他同意了 当时的我只顾着心中的喜悦 完全没有在意他当时的感受 现在想想 或许是和评论说过的那样 是我非要他和我在一起的 我靠在床上 只觉得心脏疼得厉害 抢求来的关系并非牢不可破 或许当有一天他不需要钱 或是我累了 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这段关系 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 平等自愿的原则上 第二天清晨 我特意买了柳如烟最喜欢的早餐 来到他的实验室 可刚一进门 就看到宋柳明正坐在桌边喝粥 他看到我之后 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勺子 不好意思啊学长 我给烟烟带早餐了 烟烟刚吃完 我皱了皱眉 没有理会他 而是转向柳如烟 烟烟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虾脚和豆浆 你要不要尝尝 柳如烟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已经吃饱了 我仍旧不死心 继续追问 那要不我带你去外面吃 食堂的饭不如外面的好吃 这次柳如烟终于抬起头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沈渝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来烦我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总是来实验室找我 教授都已经开始嫌我麻烦了 我是来实验室做实验的 不是和你谈恋爱的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 你就先回去吧 说完 柳如烟直接低下头 继续写自己的实验报告 我呆呆站在一旁 和他道的欠后黯然离开了 出门后 我往嘴里塞着瞎脚 感觉异样的噎 气 回教室的路上 我接到了我爸打来的电话 他问我最近考虑的怎么样了 考虑到A国分公司实习的事情 说白了 就是沈氏集团为我将来铺路 但我一直犹豫不决 舍不得和柳如烟分开 我知道 你的学业很重要 但这次去A国分公司实习的机会也很难得 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爸爸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那个女孩 但你们还在上大学 以后的时间还很长 等你从A国回来 如果你们还相互喜欢 爸爸也不会反对你们在一起的电话那头 我爸还在不停地劝说我 但我心里 却乱作一团 说实话 这次去A国分公司的实习 关系到我未来在沈氏集团中的地位 甚至是我的一辈子的大事 可要我离开柳如烟 去国外待上三年 我又舍不得 毕竟 我可是喜欢了他十年 爸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 让我好好想想吧 我想清楚了再给您答复 我爸犹豫了片刻 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好吧 那你好好考虑考虑挂掉电话 我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给柳如烟发了条消息 晚上做完实验 能一起吃个饭吗 这次 他回复得很快 好出乎我意料的是 柳如烟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身后 还跟着送柳明 学长 我和柳如烟一起吃饭 你不会介意吧 宋柳明笑着挠了挠头 丝毫没有把我这个正牌男友 放在眼里 我脸色一沉 摇了摇头 介意 这是我跟柳如烟两个人的饭局 我不希望第三个人在场 宋柳明愣住了 柳如烟也愣住了 他们都没料到 我会这么直接地拒绝 可是学长 我还有些学术上的问题 想向柳如烟请教 宋柳明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我直接打断 我说了 这是我跟柳如烟两个人的饭局 你如果想请教学术问题 可以去问问其他同学 或者直接去问教授 但你现在 必须离开 宋柳明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灰溢溜溜地离开 柳如烟看着宋柳明离开的背影 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 他还是忍住了 现在可以说了吗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从包里拿出手机 放在桌上 一脸认真的看着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打开校园论坛 找到那些关于我和他的负面帖子 放到他面前 这些帖子 你应该都看过了吧 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柳如烟拿起手机 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帖子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我从期待到失望 直到心如死灰 这些帖子说得不对吗 你要我解释什么 柳如烟含笑看着我 我浑身一颤 只觉得心脏被人重重捏了一把 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你觉得没什么就没什么吧 面对他如此的态度 我无话可说 柳如烟放下手机 一脸冷漠地看着我 解释我跟宋柳明 为什么关系那么好 还是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一起出现在实验室 沈渝 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我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却感觉喉咙里 像是卡了什么东西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柳如烟拿起桌上的手机 放回包里 你找我 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沉默 他站起身来 拿起餐盘 这些流言蜚语 我根本不在乎 我也不希望你太在意 更不希望你总是因为这些事 而来质问我 我总觉得 他在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 脸上的不耐烦 异于言表 可是 我做不到 我自嘱咬般难难 我在乎的都要疯了 柳如烟转身离开 并没有回答 九 我追出食堂的时候 看见宋柳明 再次出现在柳如烟身边 两人并肩前行 有说有笑 一直以来 都是我单方面追逐柳如烟 而他从未给过我应有的回应 这对我不公平 我头脑一热 一把撞开宋柳明 搂住柳如烟的腰肢 这是我的女朋友 请你离她远点 柳如烟的身体有些僵硬 但并没有推开我 沈渝 你他妈有病是吧 宋柳明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柳如烟是你女朋友 又不是你老婆 我又没干什么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还是说 你真的是用钱 逼迫他跟你在一起的 我脸色一沉 下意识地看向柳如烟 眼中闪过英智 关你什么事 你要是在纠缠不休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宋柳明痴笑一声 怎么 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怒了 沈渝 我劝你还是早点认清 自己的地位比较好 省得到时候 人才两空 我愣了一下 没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宋柳明洋洋得意 沈渝 你还不知道吧 柳如烟的实验项目 获得了成功 很快就能拿到实验奖金了 到时候 他就不需要你 再资助了 你再也不能拿钱威胁他了 我浑身一颤 下意识看向柳如烟 这是真的吗 柳如烟没有回答 只是一脸冷漠地看着我 但他的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松开他的手 连连后退 所以 这就是你对我 一直这么冷淡的理由吗 就因为你的经济条件 马上就要改善了 不再需要我了 对吗 我的声音颤抖 只感觉前所未有的悲伤 我想起昨天 他还吻了我 想起这段时间 我们之间那些甜蜜温馨的瞬间 现在看来 真是讽刺 是 我回到寝室 拿出那块奖牌 沉思许久 最终决定 跟柳如烟分手 就像室友说的 既然柳如烟不喜欢我 继续纠缠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那两年的青春 就当是买了一个教训吧 我打开聊天框 看着我和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这里面 有大部分都是我的自言自语 我给他分享身边发生的趣事 分享生活 但他每次 都只是回我一个问 或者一个哦 以前 我以为他天性如此 所以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但现在看来 他只是因为不想搭理我而已 我叹了口气 购买了一张 前往A国的机票 然后编造了一个 家庭破产的理由 给柳如烟发了过去 分手吧 我家破产了 我已经没有资格 跟你在一起了 发完消息后 我直接删掉了 柳如烟的所有联系方式 就像室友说的那样 就当这两年喂了狗吧 从此之后 我跟柳如烟 就再也没有瓜葛了 室友知道我要出国的消息 虽然有些不舍 但还是跟我道喜 沈渝 以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哥们啊 等你从A国回来 记得给我们带礼物哈 以后你就是大老板了 我们还指望 你给我们一口饭吃呢 我笑着点头 好说好说 我走的那天 室友都来送我 机场外面 我拿着登机牌 最后一次回头望向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 承载着我的青春 我的爱情 我的回忆 但现在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我转头望向室友 将手中的奖牌递给他 麻烦你 帮我把这个 还给柳如烟室友 接过奖牌 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一定会教给他的 我微微一笑 转身走进安检口 随着飞机缓缓起飞 我看着窗外这座 逐渐远去的城市 缓缓闭上眼睛 一切都已经画上了句号 十一 五年后 我在A国总公司办公室内 处理着文件 这五年来 我经历了很多 刚来A国的时候 作为职场新人 我遇到了各种困难 但渐渐地 我开始逐渐适应 直到现在 我已经能够在职场中 游刃有余 曾经 我会想起在国内的旧情人 他就像是我心口的 一根刺一样 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中 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也渐渐放下了他 当初 为了他 我放弃了一切 但我却得到了一个 更好的结果 现在 我只想好好地在A国发展 这时 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我 我拿起手机一看 是我爸打来的 喂 为什么喂 臭小子 这么久没打电话给你 也不知道主动打给我 电话里传来我爸的骂声 我黑黑一笑 这不是怕打扰 您老人家跟妈的二人世界吗 少平嘴 我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爸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爸在电话那头咳嗽了一声 然后开口说道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最近正在跟A国的龙头企业合作 需要派一个总监过去跟他们谈合作 哦 是吗 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那挺好的呀 好什么好 我爸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八度 这个总监的位置 我可是专门为你留的 你赶紧收拾东西滚回国来 啊 我愣了一下 爸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这才刚适应A国这边的生活呢 适应个屁 我爸毫不客气地骂道 你在那边待了五年了 也该回国了 可是 我还想说什么 但我爸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无奈地看着手机 叹了口气 这时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我爸发来的短信 新总监明天早上九点到机场 你去接一下 另外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你可以跟他好好聊聊 看到这条短信 我更加无语了 我爸连新总监的名字都没告诉我 这让我怎么接机啊 我叹了口气 将手机收了起来 十二 当天晚上 我喝多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手机已经被打爆了 我打开手机一看 全都是我爸发来的消息 臭小子 起床了没 你人呢 人接到了吗 我告诉你 要是出了岔子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看着这些消息 我揉了揉脑袋 赶紧回了一句在路上了 然后 我便开着车直奔机场 但没想到 我刚到达机场 就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柳如烟 他穿着一身职业装 高挑美丽 看上去干练有余 清兴可人 连背影都分外美好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我没想到 我们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他也没想到 我们面面相去 我眼底漫出忧伤 那个 好久不见柳如烟看着我 聂如道 我点了点头 看着他 好久不见我看着柳如烟 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我拿出手机一看 是我爸打来的 喂 怎么样 接到人了吗 还没有 人还没到吗 什么 你竟然还没接到人 我爸在电话那头吼道 我跟你说 人家可是提前到了 就在机场门口等着呢 你现在人在哪 我也在机场门口啊 我看了看四周 并没有看到什么像是代表的人 放屁 人家说没看到你 这时 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我转头看向一旁的柳如烟 你 该不会是代表吧 柳如烟看着我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点了点头 沈渝 你跟柳如烟说 我这边还有点事 晚点到公司 让他先休息休息 我看着柳如烟嘴角的笑意 四季多年的心 竟在这时砰砰直跳 我好不容易放下深埋的情感 隐约有着大火燎原之事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预感到自己 即将崩溃的心理防线 十三 在驱车回公司的路上 柳如烟坐在副驾驶上 时不时看我一眼 我只能装着未曾察觉 可心里却是百感焦急 痛苦又夹杂着甜蜜 你当年为什么要骗我 这些年 你还好吗 柳如烟问我 挺好的 我立刻答道 生怕他追问出 我当时最怯懦阴暗的一面 柳如烟没有再说话 眼眶却悄悄红了 车子停在公司门口 我下了车 将钥匙扔给了门卫 感受到背后 情绪浓烈的目光 我很心开口 如果你不出现的话 或许会更好 在我的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柳如烟不可置信 睁大了眼 泪滚出来了 他伸手擦去 手中拿着那枚奖牌 低声说 你把这个还给了我 我没办法接受 一直在找你 去年才知道 你来了柳氏分公司 我带着他来到了办公室 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俯瞰楼下的街景 楼层是13楼 从这里看下去 下面的人就像是蚂蚁一样小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忙碌着 我那时候以为你真的破产了 我在柳氏楼下等了一晚上 可是保安把我赶走了 他说柳氏不会破产 起码未来30年都不会 说我是故意咒柳氏 要报警抓我 我听着柳如烟的话 心想 这还是第一次柳如烟 在我面前一口气 说这么多字 在我有限的回忆中 他比张启玲还要冷淡 怎么突然变了 他说话的时候 语气中带着不易察觉的悲伤 沈渝 你为什么突然和我分手 我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指了纸楼下 示意他看 我说柳如烟 大家都挺忙的 没有人会停留太久 因为还要生活柳如烟 眼眶红着 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过了很久 才憋出来一句 我没同意分手 我摇头 在一起需要两个人都同意 但是分手 只要单方面就够了 况且我们的关系 一直都是靠我主动 我不爱了 就结束了 十四 柳如烟被我拒绝了 也不恼 只是就在我办公室的 沙发上坐着 我问了他几次 要不要出去逛逛 他都拒绝了 索性我只好处理我的文件 期间我能感到柳如烟 一直在偷偷看我 目光浅犬万分 我差一点就动摇了 我一直在劝自己冷静理智 可眼前总是闪过柳如烟 过去的英容笑貌 一幕幕鲜活生动 好容易挨到晚上 和合作方洽谈的时间要到了 我迫不及待穿好外套起身 走吧 到了饭桌上 柳如烟没了独自面对我时 那副忧伤的神色 反倒是游刃有余 合作方连连点头表示赞赏 合作很快敲定 在柳如烟的代表洽谈下 对方再次让出了两个百分点 争取到了比预算更高的利益 从饭店走出来的时候 我安排小刘送合作方回了家 自己则是准备打车 身后 忽然手心被塞进一杯奶茶 温暖的感觉袭来 身后 柳如烟温柔的声音响起 天冷 别感冒了 我买的你最爱的奶茶 我回眸 看到他眼睛清澈如初 汹涌着我曾经最熟悉的爱意 我叹了口气 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看向他 不如谈谈吧 管内 我和柳如烟面对面坐着 他看向我的眼神 让我感觉一瞬间回到了五年前 还是那么平静 好似晴天的海面 课里面汹涌的情感 又叫我感到陌生 最终 我还是先开口 柳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不需要再跟在我身边 柳如烟一下子红了眼 还是绝强到 那我想重新追你我 我有些无奈地 扶了扶额头 我真的很好奇 当初我那么爱你 你都没有丝毫对我动情 我离开了五年 你反倒是喜欢上我了 你说错了 柳如烟自嘲四一笑 我早就喜欢你了 在很早以前 还记得柳如烟的家 在山村里 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柳如烟十岁 他白天上学 晚上摸黑去割猪草 然后还要做一大家子的饭 再去辅导妹妹功课 用年迈的妈 好赌的爸 上学的妹和破碎的她 形容来合适不过 那时候父亲的公司 正处于上升期 需要一些慈善行为 来奠定竞生基础 于是将目标 放在了村长推荐的 柳如烟的家 我穿着一身名牌 一脚深一脚浅地 迈进了那所破烂的房子 房梁是木头的 上面挂着蜘蛛网 下雨的时候 雨水会顺着屋顶流一地 柳如烟穿着破旧的 不符合她这个身材的衣服 正在院子里低头喂猪 看到我 她愣在原地 有些局促地将自己的手 在衣服上擦了擦 我看着自己身上 整洁干净的衣服 莫名感到难过 于是我递给她一根棒棒糖 你要吃糖马 明明不到两步的距离 在柳如烟眼中 却宛苟鸿沟无法逾越 她紧张又稀奇地看着我 看着我的皮肤干净白皙 身上衣裤是看不懂的大牌子 就连我的表都是动辄上万的 整洁白井 这样的男孩 她只在村里的电视上 看到过一次 年幼的柳如烟 第一次知道 原来王子不是只出现在电视上 也有可能在她的面前 十五 父亲将柳如烟的家里 重新返修了一遍 用砖瓦房盖了一所房子 从那天开始 屋顶再也不漏雨了 在看着柳如烟 满手的茧子的时候 父亲又大手一挥 给了村长一笔钱 帮衬着沈家 还有 资助柳如烟到她成年 后来的柳如烟 再也不用天不亮就起来割猪草 不需要半夜爬起来 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 也不需要一根铅笔连断了 也要有手指捏着继续用 她有了崭新的课本书包 有了一辆自行车 还有时不时出现在外桌上的鸡腿 日子就这样突如其来的好了 后来十四岁的时候 她参加了那一场 由她的资助人发起的竞赛 一路破关斩将 拿到了第一名 在颁奖典礼上 她再次看到了我 她掌心汗水粘腻 高举奖牌和奖金 诉说着获奖感言 引发台下掌声雷动 就是那一眼 叫我彻底沦陷 我从未见过那么意气风发的女孩子 十八岁之后 资助停止了 她靠着奖学金和资助 进入一支大 柳如烟告诉我 其实她并不缺钱 这些年大大小小的竞赛奖金足够她读书 只是在听到补助被别人抢走的时候 她还是忍不住去问了一番 原本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却没想到我提出了资助 还有让她成为我女朋友的条件 只是她更怕我是随便玩玩 她却动了真心 我当时兴奋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柳如烟苦笑一声 可是你根本不记得我 或许提出这个条件也不过是你意识兴起 我真的不敢赌柳如烟说 她还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站在和我一样的高度 在我面对这段感情卑微的时候 她也在不遗余力地想要爬上更高的山峰 但她太害怕了 她听到无数人的议论 说自己是因为看上了我的钱才和她在一起 等我完腻了 就会将她一脚踹开 两个人再也没可能 我只是想 想再努努力 如果和你的距离保持得够好 你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宽腻了我 你曾经问过我再不在意 我在意 我真的很在意 但我不敢承认 可是我忘了柳如烟眼角湿润 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哭 红着眼睛的时候 眼中满是破碎的水光 是我忘了 你也会难过我坐在柳如烟的对面 只觉得心脏像是被一双大手紧紧地揪住一样的疼 疼得我无法喘息 那又如何呢 我抿了抿唇 扯出了一个笑 既然过去了 那就让她永远成为过去是吧 柳如烟脱口而出的那句 我们复合吧 就这样呆呆掖在喉中 上不来下不去 我害怕自己动摇 逼着自己起身 服务员结账 我先走了 会有司机送你柳如烟正正看着我 我没有回头 十六 从酒馆出去后 我心里烦闷 于是就想走走 没想到被几个醉醺醺的A国男子盯上了 想要抢劫我 他们手里都拿着匕首 我双拳难敌四手 被逼到了墙角 就在我以为自己会被他们刺伤的时候 柳如烟忽然冲了出来 挡在了我面前 扑呲 一声闷响 柳如烟的肩膀被刺中 鲜血直流 柳如烟 我大惊失色 抱住柳如烟 狠狠地将那几个A国人踹翻在地 我慌乱地抱起她 往医院跑去 医院里 柳如烟因为失血过多 脸色惨白 我看着躺在床上的她 心里一阵后怕 如果那刀再偏一点 刺中的就是她的心脉 你怎么样了 我看着她担心道 我没事柳如烟摇了摇头 你是不是傻啊 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刀 我有些生气地看着她 如果我不挡那一刀 你可能就没命了柳如烟看着我 认真道 我愣住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沈渝 我们 还能回到从前吗 柳如烟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问道 柳如烟 你为了报恩才想要跟我在一起 这样对你是不公平的 我想了想 认真道 不 我不是为了报恩 我是真的喜欢你柳如烟摇了摇头 沈渝 我们之间或许从一开始就不平等 但我希望我们能走到一起 是因为真爱 而不是人情我沉默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沈渝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慢慢追求你 好吗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她手若柔蹄 叫我心底荡漾起些许微波 好 我点了点头 但是 我不会因为恩情就接受你 还得看你对我的真心柳如烟笑了 笑得十分灿烂 恩 她轻声应道 那天晚上 我在她睡着后才离开 临走时 她忽然睁眼 喊住了我 怎么了 我看着她 疑惑道 沈渝 谢谢你 柳如烟看着我 认真道 笑我什么 我笑了笑 没什么 反正 就是要谢谢你 柳如烟红着脸道 没事窗外梧桐树如荫 缠名如旧 而我的凤凰 终于愿意停靠在我的肩膀上 全文完 感谢观看